来 那就说最近的一个吧 好 就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吧 晚饭时间 就是 我下楼的时候 是 我发现厨房里面有一大股山味飘出来 然后我走进厨房一看 是小莲 嗯 她在干嘛呢 她在干嘛呢 她在做饭 她在蒸螃蟹 蒸螃蟹 然后我就闻着那个味道 我就跑进去了 我就哇 你们在蒸螃蟹吃 然后我就加入了 我就加入了 对 你是加入在那里等蒸好的螃蟹来吃 对 她已经快蒸好了 可能还要等个几分钟的 好 好 然后大家都坐着等嘛 然后小莲就在弄啊 塞浆啊什么的 在蒸 然后我就想着 嗯 那我可以去做一个调料 就是站着吃的那种 辣椒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旁边 洗一下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就什么 什么军奖 就刘俊啊 然后 嗯 还叫 孙一浩 嗯 他来吃 但是他不吃 他不吃 这种好 好东西 为什么不吃呢 对 对 然后 其他有的队员 大家都可能就有忙 工作 就出去了 所以就是我们几个自己来吃 还有孙一航 啊 我们几个 吃螃蟹 然后他刚才